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沙 本本期咱们来看一下,好的,第一局的话 二号位,大忠诚 二号位,大忠诚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貂蝉非常不错啊,因为你在主公旁边 很,很典型的,处为沈家仪 你,你待在家的就能输出,就不要跑到外边去被男人打 对不对,好的,那么咱们待在家的输出啊 待在家的输出,说输出,咱就输出 不能说女子不如男的啊 所以这个地方直接是男男一,男男二 我估计啊,我估计他也会直接看 纯着没啥意思,又不是个大内奸 对不对,先来一波削弱再说 全场进行削弱 好,那么 他选择了离间将围啊 我们来想一下为什么离间将围 切除的床可以被保护 周泰可以是内奸 公孙就更不用说了 绝对是内奸脸 但是将围也是中内脸 假许的话 也可以考虑作为离间的对象 但是呢,假许没有那个 没有被男蛮伤过 所以可能砸脚 好吧 看来看去 那不用拿主公去离间就不满脚了呀 看来看去就是二号位 有一些弊端性啊 对不对 这局身份不是过分的清晰 不是过分的清晰 包括到现在也就春哥放了一个男蛮 其实其他人的心情都 身份就非常不清晰 公孙的话直接冲啊 然后光打雷不干事 对不对 光喊一声冲啊 其实没动 中中生有 中中生有 你又闷着再中中生有一个 你就感觉有点像那个了 像怀念那个谁了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也就藏着了一个反 好吧 春哥因为一个男蛮被放拳 那我们开了两个男蛮居然没被放拳 这社会 好的 那这个地方啊 将为零首牌 按理讲找一个男人就能离间银啊 主公一牌的情况下不敢赌一手吗 他估计害怕说万一将为是忠臣 我离间主公担风险了 还不折中一下给公孙 但是公孙极有可能是内奸的 当然春哥也有可能是内奸的 反正就这样了 那么一骚四位 小胖属于必须指定啊 小胖属于必须指定啊 然后是除了小胖以外 除了小胖以外 可以额外指定两个 只要方天打得到就行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咱们一骚四位 但是啊 你这个杀周泰也是蛮拼的 杀周泰也是蛮拼的 你杀假许啊 对不对 上次不敢读江维 我都有一点意见的啊 那你不敢赌江维 你为什么要赌祖孙呢 对不对 还有一个骚泪 那顺手拽扬 顺不相干的牌 然后 幸幸 然后一骚四位 他那个杖八啊 对我们来讲可能有危险 但是对主公没有危险啊 你不要相信拿杖八能拍主公这种话啊 后期想着你的杖八拍不断的 各种稍量的输出啊 但是我们顺服一马 是为了方天一骚四位啊 特别是乱舞的时候 一骚四位都知道 那你说后续我们的一骚四位 你觉得不会玩吗 那肯定是想翻身 把他斗一骚四位的 包括那个迪剑 对不对 剔除额外的牌 然后配合发动一骚四位 那么一骚四位大法 然后由于这个随着时间的积累 他各种慢慢慢慢积累下来 你甲曲终究也是没有主公快的 是吧 你甲曲可能打死主公 但是更有可能是你打死主公之前 你被打死 所以意思就是没有我们快 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 那么既然没有杀 人头送你了吗 已经尽力了 那一场春哥不能被离间 所以也不能送春哥的人头 结果便宜内奸了 当然即使能被离间 好像你也送不了春哥的人头 一个是春哥的性别 二个是春哥那个 决情 好难了这游戏 这主公也就一张牌 你第一回合敢忙杀他 对不对 你又敢忙离间他 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敢忙送主公牌 我反正是有点不明的 主持人到底咋在想 忙都忙了还害怕主公 关于他是重称主公气光 好的 赵云的话 这个动作还是有点点风骚低 然后不念师弟话 还是挑了一个反贼低 那么走起呗 装一个装备还能 那个 本来说装一个装备 然后那个呢 那个叫什么呢 那伤敌的 伤敌于千里之外 所命于虚余之间 那看嫂子是不是自己人了 你虽说这个 他把你的装备 你能旋风 好像他不敢把你装备一样 但是还是希望他是自己人 这样的话就是配合多一点了 即使你说 他不敢把你装备 你装备被扒走了 你还是少一个装备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 尾二张 尾二张 那这一次啊 不能跟刚刚一样 为了挂一个装备 就不旋风了 这一次一定要 最优先考虑 结束的那一次旋风 他还不一定是顶装备的旋风啊 要考虑结束的那一次旋风 跟那个固阵 配合起来 荡起来啊 荡起来 那么真取能荡起来啊 那个 贝 就是孙贝 他表示那个要 很容易打赢我们这边 号称我们这边没有输出 我要那个徐 真没有输出吗 来 八卦拍一个 给他看一看 给他看一看 看到没 但是不对 你这个八卦给他看一看 只能看到黄玉的一面 好吧 那我们一会儿配合 那个固阵啊 他居然说 没有输出 咒死他 那个 伤敌于千里之外 索命于虚鱼之间 伤敌于千里之外 雷杀 除了孙贝以外 其他三个人 全没有菊花 然后出了个菊花刀 即使不出这个菊花刀 你们全菊花阵容 也是 好吧 你们也蛮屌的 对不对 然后 啪啪啪 他们第一回合 确实还挺猛的 把布莲斯迅速的激活下去了 其实布莲斯 即使不注意的话 也是有不错的发挥的 不注意也是有不错的发挥 但是被激活下去 咱就不纠结了 反正已经打下去了 他不杀这么一下 嫂子还能那个 嫂子还能撸装备 你看就跟现在一样 直接一撸 小手一撸 小手一撸 哎 贝乐了 无所谓了 这个地方反正说白了 配合固阵 都是固阵的 都是固阵的 那东西 再来一个 先人之力 为臣者 这个你说你怎么不先杀 要动的呢 这个姜维还没绝行啊 打不死 像打死人来说 像他死 他们也折腾不起来吧 没有牌你也爆发不了 你说我们没有输出 我们没有输出 你们更没有输出 你连牌都没有 对不对 最起码我们一年捏一把牌 输出是足够的啊 一年捏一把牌 怎么会没有输出 对不对 你看我们捏了几张牌 伤敌于千里之外 虚余之间 来 八国 八国 四个爱露菊花的猛男啊 只能这样说 还来 还来嘲笑我们没输出 嘿嘿 不得了了 好的 这局的话 咱们是一个大内奸 选择了攻防兼备的高低失落 那么 孙奔局啊 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是有发挥的 开局这个手牌还可以啊 同志们 半斤一生 半斤一生 不寂寞 好吧 不办了 办一次就不办了 好吧 那是他的事 我们 该卖卖吧 不要过分纠结这个问题 不就掉一滴血吗 大丈夫能掉能回 你不掉血 你桃子还卡年营呢 是不是 该掉掉 不纠结 我感受到了 关羽的力量 还不迈去 但是我估计 夏侯是要跟我们一起摸牌 难度还是有点大的 我们的动作只留一张牌 是不是 桃子可以吃了 闪电 还不出万能 不愿嫌恶 没收到不去 注意啊 你那个只是 抢连营的时候 才去自霸啊 不是说你说 上来就 自霸子宫一个短武器 然后这样这样 你真正抢连营的时候 你没字了 对不对 好的 上来第一次啊 咱们就来个下马威 搞了一个 方天一艘四位 直接来一个下马威啊 方天一艘四位 那么 这样一来的话 左辞应该是大忠臣的 他有点像大忠臣 对不对 他没动 拿来吧 我们这有桃子他都不拿 嗯没字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现在的话 这帮忠臣差不多可以死了啊 咱可以想办法打他们了 反队的话 虽说还有三个 但是一分钟 抵挡不住我们 这个好 反队跟忠臣对K 你不要说 反正反贼好像不给劲了 都跑去杀水闷 那对我们来讲 你失去打工意义了啊 这样一来的话 下午是九杀关平挺好的 那么剩下的交给我们 交给我们啊 铁锁连活 哎 左辞连不到 要不让我们直接连两个忠臣啊 直接连两个忠臣 还有一个桃子 但是估计不会救 他还救 这还救怪音平啊 你把自己打活呗 这左辞 好吧 那没字了啊 我们已经进最大的输出了啊 对不对 铁锁绑左辞绑不住 所以说绑的是其他人 好吧 你救他就是为了一个翘板 但他这个翘板他转了啊 这个翘板他转了 但不代表我们不打中啊 我们已经均力打中了 所以说进入了这么一个 祖宗类的局 进祖宗类的局 就有点不好看咯 希望趁左辞 还有仁德 还有仁德你投什么想呢 对不对 还有仁德是你投降的一句吗 对不对 你是想黑仁德啊 还是想怎么样啊 那么走起 把左辞给射了 他说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这个家伙 为贤为德 能乎一人 以德乎人 不就是这样吗 虽然说闪电伤不到你 但是批了主攻 照样对你造成闪电伤害 那 对不对 我攻 我怕你 好的 残血状态啊 这个地方直接揍就是了 直接揍就是了 然后 打着打着 咱们就跟一个 搞侦探活一样 就是一会儿 探着脑袋出去输出一话 然后不行的话 立马说回来再防御 反正咱是攻防兼备型的选手啊 是不是 你不要说卡闪了 这个话不好听 那应该说是切换到防御模式 话要说对啊 话不能乱说 你饭可以随便吃 那你的话不要乱说 咱们现在叫切换到防御模式 慢 哎呀 这个好 这个好 不杀我们这个地方估计要卡联营了 然后自罢 不让 估计也会不让的 人家 你敢自罢 肯定对你来讲 至少就是助理联营 或者什么 对你来讲不会有害处 人家会无脑拒绝的 无脑拒绝的 我吃急的输出了啊 急的输出就浪费了一般防御 你浪费了一般防御 我看你能防多久 对不对 我看你能防多久 登登登登登登登 马车 联营一气 不能说为了一滴心就把马车给扔了 对不对 但马车刺久之道 对不对 或者说如果说当时能直接搞死你 机会比较大 我们可能还扔了他 但是你想一下 马车本身就是助理联营的 那你何必呢 是吧 好的 应该来讲差不多了吧 给自己开点婚啊 你不开婚的话 硬是有些人会抢年营 然后给自己开点婚 反正咱们也有白银啊 垫也垫不死咱们 应该来讲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看到没有 刚说开点婚就是有用了呀 对不对 一不然桃子抢年营就了 好的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强杀了 红杀也杀了 再说了 这红杀本身就抢年营的 没什么值得乐啥的 对不对 强杀 不死的话 这还有欠血状态 对不对 要不然你说你红杀不杀 那就得有多怂啊 是不是 这都真血真命的时候了 你还在乎一张牌 所以说肯定不会怂的 也是一回合打得下他 然后给他一个欠血状态 前面咱们打的是战术 偷一个脑袋出去 看到输出的机会输出几下 然后探回来 切换到防御模式 是吧 有战术在里面 单挑的时候给你认战术 直接光明正大的给你打到欠血状态 对不对 直接欠血状态 好的 二号位大内奸 不过开局这个装备还是可以的啊 他这个地方连杖疤也装上了 就是看那个性格吧 可能有些人杖疤不一定会装的 你如果装的太多 你到时候不好录别人的啊 你看 是吧 如果当然周瑜可能这回合能动 他也是个过牌流 但第一回合录牌本身就不多 所以把他装上来了 那这哥们是低调的哥们跳了一个反贼 然后呢 开满满 倒是很低调呀 出出去啊 有鲁术在 有寻遇在 是吧 血仙宝珠在 是吧 这些玩意儿 留着不一定 咋样咋样 反正也不是太好的牌 对不对 痛苦吧 在血河岸的深渊民 给我翻过来 给力点行不 你们慢慢给力 是吧 我们不着急 曹昂的话 不像什么好人 是吧 远未当个忠诚 压力有点大 一定要说他当内奸嘛 看着也不像 反正先笑蜡了 先笑蜡了 表嫂之宿 少有的可以几个 弄到马车 然后粮食不消失的 还有就是 罗泰之类的 对不对 他马车只有 直接从装备区 到装备区 才能不消失 才能 粮食才能不消失 一般顺差的话 就相当于 从装备区到手牌去了 对不对 会消失的 那么 展示了 我们嫂子强大的能力 闪电居然替我们挡了一下 并且挡的是关键牌 挡的是马车 居然替我们挡了一下 那挺好的 所以说你 你闪电 如果你怂的不敢挡 他也有道理 他害怕他们的人被雷 对不对 这局估计就不能像小潘 貂蚕那一局 貂蚕那样任意的开A了 这局是内奸 可能要为中后期考虑一下的 可能要为中后期考虑一下的 例如的话 是直接 不装 装了就是我们的 或者是这样 他就不装 至少连路没装 蔡文鸡也有点像坏的 当然他天生坏连 天生坏连 而循玉跳出来了 就一切都明朗了 非常明朗了 那某问题来了 想一下 反贼现在 周瑜被乐 要考虑忠诚的问题了 不能过分的 无脑的打反贼了 要考虑忠诚的问题了 至少 不管说你打不打得赢 至少是要考虑忠诚的问题了 然后是不能再那个了 不能说什么 马车传出去之类的 当然你之前也没传出去 但内奸传马车 有去不一定扭回的 有去不一定扭回的 好的 周瑜的话 有曹昂的保护 当然 那个李如也有曹昂的保护 当然 那个蔡文鸡好像也有曹昂的保护 但是 弩术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至少从目前来看 反贼也没逃到太大的便宜 从目前来看 把徐玉翻回来 徐玉驱虎 再动一动 看压一压反贼的血线 压一压反贼的血线 然后啥都不干 上来搞个豪源结义 痛快 敬你之手 与他一搏吧 何之取成细 我 只要截两张牌 反正他想的是 我在一地写 是涛圆结义 捡回来的 去主攻 肯定就锁定打自己了 锁定打自己 截了两张牌 截了两张牌的情况下 反正跟鲁树 再配合一趴 给主攻截命吧 给自己截命 对对对 给自己截命 然后先保自己 然后等鲁树行动的时候 给主攻帝嘛 是一二的嘛 对吧 虽说感觉 那个主攻防 屌屌的感觉 但是反正 其实写没下去 并没有下去 反正防御 还是可以的 那么看赌术徐域 这次联动 把局势打成什么样吧 具体的打成什么样 咱们在具体的行动 好的 是一个炫彩的 一烧思维 然后这个是炫彩的 一康看思维 好吧 看你们谁炫 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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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肠 哎呀 我们希望断肠的话 就又死一个人 主攻防 少一个核心 我们好动手一些 没断 好吧 北哥可以端气 眼望可以当归 反贼状态下来了 主攻防的状态 也下来了 这个时候 要不 哎呀 先献猪 那献猪的肯定是一通四 主攻不可能给你回血的 你也不用回血 难道说这打的是一招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啥意思 你献猪的话 本来再回合 如果说没有大招的话 可能南蛮就要考虑 开或者不开了 至少是有一个 犹豫的感觉 要想开 又不想开的感觉 至少是犹豫 至少是犹豫 然后 先献猪 然后后续 感觉上我们在帮主攻防 给他打大伤害 其实是黄雀在后 蓝蛮在后边的 技帅 这个其实没有问题 其实没有问题 挺好的 只不过这个剧本 写的好 但是实际 没朝这走 循玉被我们决斗 这些都打出去了 居然没死 但是呢 虽说那个啥啥啥 但是万万没想到 最终还是好收益了 啥意思 如果循玉死得早 可能这嘟嘟的决斗反剑 或者这些伤害就搞到祖宫 或者我们了 祖宫已经乱藏 说不定就搞到我们了 就说 循玉没死 没想到 居然成了替我们挡刀的人 那我还 还 从理论上讲 从结果上讲 我还得 散开散开 他当时没死 那也就说白了 反对打的一手好功啊 打的一手好功 还是我们的 还是我们的天下 啥 不死的话 热死他 中后期了 配合一个热 就是减排 然后 这也是蛮拼的 他没有这个过猜 我们又减排 你说没有过猜 也没有杀吗 真不一定 基本上减排的概念 已经摸杀 只有一半的概念 你个小嘟嘟 还给我来个音质 没有音质的话 我们玩死他 对不对 没有音质 我们玩死他 那也是挺不容易的 那内奸为了 为了布局 是吧 大现身 华丽大现身 限四个装备给主公 我们是内奸 不是忠臣 那为了 你为了 吃吧 不过最后效果还挺好的 主公搞了部分人头 我们搞了部分人头 然后跟主公单挑 那这装备就去的快的很了 你不要看主公一身装 他只要是闷烧一次 我们就搞一个装备 是吧 他能不闷烧几次呢 对不对 来你还出牌 你给我闷着 对不对 你顺手载扬 给我闷着 当然啊 这个其实也不用强调什么 这个比较少只单挑的时候 本身路牌量还是比较大的 不说每回合 那两回合 路一张的过牌量也不错 然后你主公是完全断肠的状态 所以其实不用强调什么 这个已经 已经就是 明面上看得出来的优势了 看得出来的优势了 火宫 原来是一张九 好 九杀结束了 然而他这张是九 其实无论他是什么牌 九杀都结束了 他如果是闪 你顶不住青龙再追杀一刀 他如果是九头 由于掉凉血 所以说他也是必死无疑了 青龙这种搭配 咱们表嫂子 虽说舍 舍气啥啥啥啥 一下子给了四张拍 你好像要哭一样 但是你看赢的时候 依然是满装备 依然是满装备 所以说别的我其实一句话都不提醒了 只提醒一句 每晚20点 坤姐那个 赞齐直播 3w.赞齐.tv 斜杠 SP张坤 详情 见这个下边的红色字幕 下边的红色字幕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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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